我命里克夫 自吉吉之日起 家中曾为我定下树桩婚事 可我的未婚夫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轻则感冒发烧 重则抄家诸九族 我娘怜我婚事艰难 提着鸡毛胆子勒令我爹想办法 我爹抠破了头皮 一路干到丞相 以全世威逼经中才俊上门提亲 在我爹的淫威之下 前来提亲的人家络绎不绝 然 不出半月 一众郎君皆病入膏肓 当今圣上不信邪 亲自带着聘礼前来参选 两日后 拉得须托的皇上 捂着龙定要回了聘礼 自此 我在京中一战成名 一谈起我的婚事 族中长辈皆是摇头叹气 更有甚者要求将我送去尼姑安 清灯古佛 了却残生 我爹大怒 当即在祖谱上化去那人的全家 自此再无人敢提及此事 转眼我耽误到了二时 一日 我爹下了早巢 气得咬碎了后槽牙 摄政王又擦你了 阿娘贤惠地端来一杯热茶 我爹怒急 平日里也就算了 可是这天杀的孽畜 胆敢说我的言而不好 听到我的名字 我悄悄竖起了耳朵 摄政王乃我爹的心腹大患 每天都写折子参我爹 就连我爹悄悄去喝花酒 也能被他逮个正着 此事闹到我娘耳边 我爹被罚跪了整整一夜 自此 我爹发誓 与摄政王不死不休 两人死盯着对方 只要对方露出一丝破绽 立马就能写上几十页的折子 待第二天上朝 洋洋洒洒地掺上他一本 没想到 两人的恩怨竟深到如此地步 连我这个吃瓜群众都不放过 我儿就算胖成猪 也不吃他摄政王府一厘米 我爹气得摔碎了杯子 连我娘也皱起眉头 摄政王此举 实属不该 朝堂恩怨 怎能牵连炎儿一个小姑娘 歌嫂更是气得鼻孔冒烟 全然不顾君臣有别 就是 我妹妹哪里胖了 这摄政王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如此口出狂言 我爹越想越气 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 为了报复摄政王 我爹挑灯夜战 总算想了个妙计 很快 请求赐婚的折子送到了皇上眼前 我爹在朝堂上胡搅蛮缠 声称摄政王毁了我的名声 摄政王公然诋毁我儿身刑 坏我女儿名声 如今我儿婚事艰难 难道他不应该负责吗? 皇上 老臣为大梁鞠躬尽瘁 没想到却受此大辱 您可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 此话一出 朝堂上虚声一片 就连平日里帮着我爹说话的几个老臣 也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丞相府大小姐婚事艰难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还能赖到摄政王头上? 连小皇帝也愣住了 可细细想来 我爹还挺有道理 朝堂之上 公然诋毁别人家女儿 这事儿实在不地道 摄政王沉默良久 罕见地没有开口狡辩 见状 小皇帝爽了 自己受过的苦 他皇叔也必须得尝尝 说来也巧 皇叔 你今年二十五了吧? 既然尚未娶亲 那便依丞相之言 给你二人赐婚吧 说吧 一口气写好了圣旨 当场赐婚 皇上惊口欲言 摄政王也不好抗制 只好硬着头皮接下 据我爹说 摄政王当时脸都黑了 摄政王究竟长啥样? 我有些好奇 我未曾见过摄政王本人 对他本人的了解 几乎都是从我爹的口中得知的 我爹脱口而出 黄毛小儿 远不及你爹我 还没我爹好看 那还不知有多寒沉呢 我在心里头默默嘀咕 我爹亲自下厨 给我炖了一锅肘子 连我娘都不许多吃 燕儿 你多吃点 尽快把那臭小子给客死 说完 他似乎是觉得有些残忍 又补充道 也不一定非得客死 让他没办法再参我就行 嘿嘿 原来我爹打的竟是这个主意 干不掉他 那便把我许配给他 把他给客死 一想到又有青年才俊要惨遭毒手 我伤心地啃光了半锅红烧猪肘 自此 我爹上朝日日观察摄政王的脸色 若是显出疲态 他便高兴地手舞足蹈 可若是摄政王脸色无异 他便垂胸顿足 我娘倒是很满意这位新女婿 从前她总是担心我爹出去乱来 可自从有了摄政王 我爹每日除了上朝便是读书、教话 一旦他行为不端 摄政王并能抓个正着 一个折子参到陛下跟前 很快就能闹得满城风雨 高压之下 我爹变成了二十四孝好人夫 婚期定在三月初三 摄政王将聘礼抬到丞相府 我娘和我在屏风后窥视 只一眼 我便心动了 好帅的摄政王 玉树临风 见眉兴目 以往那些郎君加起来 恐怕也不及他一半 更不用说我爹 最重要的是 皇上的旨意已经下了半个多月 他看起来仍面色红润 我爹当真为我寻到了天底下命最硬的郎君 摄政王端坐在对面 侃侃而谈 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我爹明里暗里的刁难 谈至某处 还不忘微微一笑 只是面对我爹的冷言冷语 他似乎有些神伤 临走时留下了一个落寞的侧颜 看起来可怜极了 摄政王一走 我爹的脸立马垮了下来 一想到他红润的脸 我爹就来气 一定是聘礼收了才见效 等再过两天 有你小子好受的 我爹安慰自己 不止我爹 整个京城都在关注摄政王的身体 而摄政王 不仅身体日益强壮 甚至还向皇上请旨 去军营里驻扎 我爹每天都在安慰自己 一定是还没到时间 总有一天摄政王会被咳死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爹开始坐不住了 燕儿 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 吃得不好 睡得不好 穿得不好 怎么还没把那小子客死 我爹念叨着 亲自负责我的饮食起居 试图让我发挥最大的功效 每日上朝 我爹看着身强体壮的摄政王 气得眼底喷火 怎么还不病倒 一定是时间没到 对 就是时间没到 我爹急得在家里直抠屁股 听我娘说 我爹最近睡梦中都在诅咒摄政王 日夜期盼着他出事 转眼时间来到了婚礼当天 我爹抄起一把锅铲 准备和摄政王拼命 眼看迎亲队伍进了门 他却忽然泄了气 燕儿 走吧 据我娘说 那天 我爹目送着那顶小轿 第一次显出衰老之态 摄政王上俭 虽贵为皇族 却没有许多繁文入节 听说新娘子进门要跨火盆 向来怕火的我提前做了心理准备 但摄政王府不兴这些 一下轿 我就被带去拜堂 第一次和别人拜堂 我不免有些紧张 手心的汉叶沾湿了手里的红愁 夫妻对拜 红愁另一端莫名剧烈抖动起来 耳边传来圣上无情的嘲讽 皇叔你别抖了 我害怕 老灯你继续牛啊 你不是厉害吗 嘿嘿嘿 原来是怕老婆 嘖嘖嘖 我仿佛能听见摄政王魔后曹牙的声音 里程 我被送入洞房 把酒桶搬来 朕今日要陪皇叔痛饮 听小皇帝和几位王爷的意思 摄政王今日恐怕是难逃魔掌了 我端坐在洗床上 偷吃缝在袖子里的点心 待吃饱喝足 我才发觉 摄政王进来了 喜怕轻飘飘地飞走 摄政王低头 用食指轻刮我的唇角 和花酥 本王爷喜欢 随着一声似有似无的倾笑 一阵浓郁的酒气朝我袭来 忙了一夜 我浑身酥麻 腿脚发软 王妃您快来 摄政王府的丫鬟急匆匆地赶来 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丞相要杀了王爷? 原来是我爹 不好 是我爹 他一早便提着菜刀赶到摄政王府 看到摄政王就砍 据摄政王说 这完全不符合他对文官的刻板印象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看到我 我爹目自尽烈 恨不得将摄政王五马分尸 摄政王嘴角上扬 没有说话 我不懂我爹在愤怒什么 摄政王不过是借着轻功 带我飞到天上看了一晚上星星 就被我爹追着砍了好几天 武艺高强的摄政王 每天被两鬓斑白的老丞相砍 这一度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谈 我爹每天写信给我诉苦 摄政王不尊重老丈人 甚至都不愿意停下来让他砍上两刀 十分恶毒 建议我修了他 附在信封里的 通常还有一封文笔流畅的修书 父母寄来的家信 我一向珍视 看完便收在庄霞里 只是不知为何 每隔几日 那些信件总是消失不见 起初我十分着急 我爹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 要是被摄政王看见 在一本奏折参到皇上跟前 那我家不就凉凉了? 菜市口一日游和砍头全家统饰免不了了 一想到我即将人头落地 我恨不得立马翻遍摄政王府 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些信件找回来 没成想 真当我带着粉色小铲子 对着后花园一顿捣咕时 摄政王他出现了 夫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 摄政王刚从军营出来 周身带着一股肃杀之气 我两股战战 啊我呀 我看这花园挺好看 我纹丝如全 一本正经地瞎掰 就是这花不太实用 我寻思弄俩土豆来种种 我还真是个天才 一想到这个完美的理由 我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 我要在摄政王家的后院里 种满土豆 豆门 万岁 王妃好想法 管家王叔翘起大拇指 说起种土豆 他可是老行家了 想当年 全臣作乱 先皇中毒无力回天 摄政王和皇上被囚禁在冷宫 却一少时 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 就在此时 老奴我挺身而出 使出浑身解数 带领冷宫众人种土豆 在老奴的带领下 冷宫首次实现了 母产两万斤的大丰收 老奴就是靠着这堆土豆 救下了年幼的摄政王和当今圣上 这土豆啊 就是本朝的救命恩人 配享国豆 摄政王听得嘴角直抽抽 谁能想到 在外微风八面的摄政王 从小吃土豆长大呢 我从九岁开始吃土豆 一直吃到十五岁 六年啊 六年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摄政王撕心裂肺地狂怒 除了土豆就是土豆 我跟太子都快吃成土豆了 说吧 摄政王提起配件 愤怒地将王叔手里的土豆削成薄片 管家 老奴这就给王爷炸薯片 摄政王不爱吃土豆 他说 皇上之所以那么蠢 就是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土豆 眼看摄政王和管家就要为了一颗土豆打起来 我只好从十招来 啊! 王府失窃 管家惊恐万分 没想到 在他的英明领导下 摄政王府竟然出了贼人 还敢盗窃王妃的东西 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 等我抓到这个大胆匪徒 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管家一掌拍碎了石桌 咬牙切齿地向摄政王保证 摄政王刚从军营回来 额头上还残留着些汗滴 听到老管家的豪言壮语 他激动地竖起了大拇指 王叔 摄政王府有你 本王也就放心了 不得不说 王叔是非常负责的 自从听说王府出了贼人 他便派了几十对护卫 每天在王府换班巡逻 依我看来 这下不肖说是贼人 恐怕连只蚂蚁都爬不进来 只是 我爹写来的信件 依然失窃 王叔无奈 只好在我房外布置了陷阱 据说连乱党都难以出入 可这盗贼实在狡猾 一次都未曾落网 倒是多次误伤了路过的王爷 王叔陷入了沉思 到底是哪门子出了错呢? 我将此事告知了我娘 待问清了信中的内容 阿娘和嫂姿相视一笑 我问 他们也不愿说 此事还得小妹你亲自去查 嫂姿无脸笑着看我 我娘给了我一包荧光粉 她叫我拿回去 将其涂抹在家书内 不消半日 便能捉住这位法外狂贼 我将信将疑地回去照做 信件果然失窃 消息一出 王叔仰天长笑 活了这么多年 他就没见过这么狡猾的盗贼 死贼当真阴险狡诈 不仅恶毒 简直就是个畜生 仓库里这么多奇珍一宝不偷 就盯着王妃的家书 此举实在令人费解 下人们也议论纷纷 此事实在蹊跷 摄政王姗姗来迟 王妃的家书又被盗了 王叔 你怎么管事的 本王命你即日将贼人捉拿归案 否则罚奉半月 夜里 摄政王同往日一样 邀我赏月 今夜却不知为何 他脚下一抖 抱着我 尸首落进了湖中 幸而坠湖前 他将我稳稳放在了地上 不曾打湿衣上 只不过他却不那么走运 为了救我掉进湖中 浑身上下湿了个头 哎呀! 我被吓得不敢说话 三月的春风还有些撂翘 风吹在我身上尚且有些良人 摄政王穿着一身湿衣上 肯定要得风寒 摄政王却不着急 正巧附近有些干柴 他三下五除二就捡起来生了一堆火 他在一旁不急不忙地吞下长袍烤火 一边安慰我 不要害怕 刚刚前方飞来一只猫头鹰 我躲闪不及 让你受了惊吓 实在对不住 没 没关系 还要谢谢你 没有让我掉进水里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不是我没出息 实在是摄政王的身材态 肩宽腰窄 白嫩可人 我娘和嫂子口中的极品也不过如此 虽然我只瞧见了一个后辈 此时的我 恨不得化身锅铲 把摄政王的正面翻过来 不知是不是听到了我咽口水的声音 摄政王竟然突然转过了身子 夫人在想什么? 夜色太浓 她的脸并不清晰 我在想 王府失窃的案子 或许不用再查了 摄政王不解 我福娥 王爷 能不能真诚一点 你的腹肌甚至都在发光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摄政王后知后觉 我将事情的原委一一告知 一番抓耳挠腮后 摄政王最终表示谅解 不过 话又说回来 王爷 你拿我爹爹的信干嘛? 我爹说过 他和摄政王是生生世世的仇敌 只要有他在一天 他必不会让这奸诈小人好过 想必摄政王也是如此 可如今 摄政王费尽心机 从我庄霞内取走父亲的亲笔信 还将其贴身收藏 难不成 是对我爹因恨生爱? 娘和嫂姿平日里爱看些画本资 尤其是野心勃勃摄政王和温润如玉丞相的故事 我虽只看过一遍 却久久不能忘怀 难不成 我惊喜地看向摄政王 可可 此时的摄政王全然失了平日里端庄的模样 双甲显出一丝可疑的飞红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故意惹怒你爹 让他求皇上赐婚 你嫁入王府 也是我一手促成 真没想到 摄政王尽情深至此 为了我爹 竟然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 求取有克服命的我 我第一次意识到了爱情的震撼 可是 你这样做 实在是有些太过了 虽说 我感动于摄政王的爱情 可我娘又何其无辜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摄政王横刀夺爱 若是我爹有朝一日和摄政王洗劫脸里 我娘又该何去何从呢 太荒唐了 摄政王 你竟敢如此大逆不道 此事实在荒谬 请述我实在难以接受 往后还是不要再提此事 切莫再提这感情 白白伤了王府与相府的和气 经此一事 摄政王似乎颇为悲伤 近日 我爹也安分了不少 没再追着摄政王喊打喊杀 或许是边关有乱之故 月初 边关传来战报 蛮族劫持我军粮草 如今已攻破了两座城池 陛下虽年少 却绝非怯懦之辈 当即调遣三军 直指边关 由摄政王亲自带兵出征 临走前 他留下一封信 此去边关 躺不能归家 夫人可自行改嫁 信中字字气血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国家的热爱 最后 还委托我照顾好王叔 爱! 我正感动 却听王叔叹了口气 王爷此去 恐怕是凶多吉少 我心中一急 当即问道 此话怎讲 虽说摄政王对我爹存了些不该有的心思 可究竟他没有凭借权势 破坏我爹娘的感情 反而是默默守候着我爹 尽管我爹从小就说 摄政王不是个好东西 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我了解到的他却并不是这样 难不成 王叔觉得 摄政王会被我克死 皇上不是调遣了军队 持援边关吗? 我有些着急 就是因为皇上 皇上 原来 皇上因先帝往事 时常猜忌摄政王 而如今 摄政王公然迎娶丞相之女 更是触动了皇上的逆临 此番皇上让王爷领兵 恐怕就是假借边关之事 对摄政王下手 王叔怒发冲冠 罢了 王叔又收起悲伤 王妃 老奴是看着摄政王从小长大的 这孩子形势虽有些偏执 可总还算个好人 王爷给您留了书信 信中的嘱咐老奴也能略猜出一二 可老奴脸皮子厚 想求您一件事 说完 王叔一咕噜跪倒在我的身前 我尚未反应过来 他已磕了好几个响头 王叔你 我一边同情摄政王的遭遇 一边试图扶起王叔 有什么要求您说 有我能做的我一定帮您 王叔这才颤巍巍地直起身子 老奴求王妃 不论此去结果如何 还请您不要与王爷分开 我含泪应下 王叔不放心 拉着我签了字句 还盖了手印 为何要这般麻烦 哎呀 老了老了 我一问 王叔就揉肩垂背 人一老啊 就总是一着一纳 王妃乃是丞相府嫡女 怎么会骗我一介奴才呢 罢了罢了 还是回去吧 话一出 总让我有种欺负老人的内疚感 加之摄政王临行前的嘱托 我只好由着他去 我一身克服命 离了摄政王 恐怕也不会有人要我 再者 婚姻之事 也不过人生一余 倘若我真克死了摄政王 当了寡妇 也不是什么大事 况且 王府的仓库里还颇有些资产 总不会让我过得太差 没过两日 我爹继续给我写信 儿啊 摄政王这小资 总算要被客死了 听爹的话 咱别住摄政王府了 回家住 爹给你做了你最爱的蒜香排骨 你娘还亲自宰了头猪 就等你回来 回来的时候 别忘了把嫁妆抬回来 我这才知道 原来摄政王带领一对小兵 深入敌营包抄 没成想 却被敌军发现 摄政王战死的消息传入京城 皇上哀妻过度 当场晕倒在殿上 我正不知所措 王叔却拿来了自举 王妃 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王妃 正当我不知所措之时 我爹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速冲进摄政王府 放什么狗屁 我的宝贝女儿 绝不能给那小子守寡 王叔 你你你了半天 也没你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我爹继续大放厥词 有本事把你家王爷的棺材板立起来呀 摄政王那小灯 不是牛吗 有本事再爬起来参我喽 略略略 来人 把我女儿的嫁妆全部抬走 仓库里的东西也可以适当拿点 眼看摄政王府的东西越来越少 王叔匆忙阻拦 这可是王爷最喜欢的枕头 扳不得呀 哎呀 你们拿这个干嘛 摄政王府很快家徒四壁 都给本王助手 我爹还未将我抬出府 谁料摄政王的棺材板还真立起来了 丞相大人 再不放下王妃 明日我便多擦你十本 摄政王展开双臂 我爹根本不怕 听我娘说 这段时间她挑灯夜战 每晚必写一堆折子 将来到了皇上跟前 她必定不会落后于摄政王 尤其是在奏折的数量上 赵云兰 别以为你是摄政王我就怕了你 告诉你 像你这种阴险小人 我一口唾沫能淹死十个 摄政王刚从边关赶过来 显然有些疲惫 宋丞相 你嚣张跋扈 强抢名妻 你以为自己很高尚 我爹反击 你欺君往上 假称战死 我怕罪及我女儿 提前带她离开是非之地 我又何错之有 你为老不尊 行事令人作呕 你不敬长者 简直不堪为人 早就听说摄政王与丞相不和 现在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斗起嘴来 不免吸引了许多百姓前来观看 宋丞相不愧是文官之首 这口才简直了得 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 我看还是摄政王年轻有为 说起话来有条不紊 最重要的是 长得也是赏心悦目 抛开事实不谈 我觉得还是他说得比较对 不不不 我看宋丞相也是风韵犹存哪 好激烈啊 皇上每天就听这个 只有我想问 摄政王不是英勇就义了吗? 两人从正午便到了夜幕降临 有人嗅到了商机 在摄政王府门口执了个小吃摊 赚了个盆满钵满 最后竟惊动了皇上 害得他老人家亲自来断案 皇叔 你怎么回事? 不是潜入敌营?被敌军发现了吗? 害他真情实意哭这么久 眼睛都肿了 摄政王拱手解释 臣一开始确实是想带着一队人马前去偷袭 可谁知营中将士骁勇善战 全都偷偷跟了来 到了埋伏的山头 我回头一看 小小山丘上竟蹲满了三十万大军 于是就被敌方发现了 皇上听完 对我军作风非常满意 既如此 那便算了 此事朕就不罚你了 宋丞相 皇上回头看向我爹 我皇叔可是大功臣 你抢他老婆干嘛? 我爹拉着我咆哮 什么他老婆? 这是我女儿 我女儿想吃我做的猪蹄了 我带他回去吃 不行吗? 见状 摄政王不屑冷亨 岳父 回家吃猪蹄需要这个吗? 他从我爹的箱子里取出一块丝巾 王叔从人群中窜出来 呀! 这不是王爷小时候的擦嘴巾吗? 我爹听完脸都绿了 赶紧将那丝巾嫌弃地丢开 皇上捡起来闻了闻 表示还真是那股熟悉的味道 眼看就要落下风 我爹赶紧派人回相府 将前些天写的奏折一一奉上 皇上 既然您来了 那就来把这些礼也停了 摄政王也翻出在路上写的两条字奏折 请皇上评理 刚满十八岁的小皇帝满脸黑线 最后的最后 皇上终于理清了事情的真相 这是确实是我爹犯的错比较严重 我爹被罚给摄政王道歉 但摄政王年轻人不计老人过 决定和他握手言和 这下轮到我爹冷亨了 没被我姑娘克死 也算你有几分命大 罢了罢了 老身姑且算你也是个才俊 那便将我女儿交给你好了 王爷 我女儿不像寻常姑娘 自小便被我们宠着长大 受不得一点委屈 今日老夫将她真正托付于你 还望王爷真之重之 摄政王半跪下来 多谢岳父 等等 摄政王不是暗恋我爹吗? 摄政王说他喜欢我 我有点不知所措 虽然相过很多次亲 也定过很多次 可从没有人对我如此坦率地说起过喜欢我 大家喜欢得更多的 好像是我爹 这么说也不对 应该是我爹的地位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 于是连忙调出我娘的做法 如果是我娘的话 现在该做什么? 要不罚他跪一下午搓衣板 我看了一眼摄政王的眼睛 心想他被皇上猜忌 过得也不容易 还是算了吧 那便遵从本心 我喜欢他吗? 好像还行 他会带我出去看星星 也没有因为我嫁给了他 就强迫我与他远房 事实上 他没有强迫我做过不喜欢的事情 相反 他一直在笨拙地讨好我 我不缺奉承的男人 但不知为何 他讨好我 我就会莫名地开心 也许这就是喜欢 我想了一下 坚定地在他脸上印下一个吻 番外 摄政王 我 赵云兰 堂堂摄政王 天天备餐 宋丞相这老东西 原先不过是个九品芝麻小官 也不知道怎么升上来的 我不过是奏了皇帝一顿 他竟然写了满满一页奏折 奏折如今还挂在皇帝的卧室 小皇帝每每挨奏 总要拿出来安慰自己 本王奏侄儿关他什么事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不行 本王忍不下这口气 出门办案 恰巧碰见宋丞相 他被一群文官簇拥着 进入了一个酒楼 在房顶上 我清楚地看见 宋丞相被扑上来的青楼女子当场吓跑 听说宋丞相欺管言 我心底浮出一个快乐的小点子 第二天我就揪着此事 狠狠掺了他一本 皇上训斥了他一顿 还罚了半年的俸禄 但这当然不够 我知道重头戏还在后头 于是半夜前入丞相府 不愧是七管言 贵搓衣板 都那么熟练 临走前 一盏灯闯入我的眼帘 接着 一个娇俏的声音传入耳边 娘 您别骂了 一会儿嗓子疼 我给您炖了雪梨汤 润润喉咙 好巧啊 爹爹 您怎么又在罚贵 不知怎么 我的轻功好像突然使不出来了 也许是想看热闹 低头一看 不得了了 也许是上天安排 我在此刻坠入了爱河 突然理解了宋丞相的心理 如果我能娶她为妻 贵一辈子搓衣板 又何妨 回去之后 我立马着手调查 令我惊喜的是 宋丞相的女儿克夫 因此无人敢来提亲 自己命搏怪别人家女儿 这些男的真没用 要是真喜欢 就算是被克死又怎样呢 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很好 非常精神 一看就非常耐克 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问题 白天我刚参了宋丞相一本 若是直接提亲 这老东西必定不肯 既然如此 那便要好生筹谋一番 在我的精心设计下 宋丞相的逆反心理直接被激起 我也算是在老丈人面前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 谁知道小皇帝也上来凑热闹 知道他提着聘礼去了丞相府 我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买了两斤蟹药 均匀地涂抹在他的晚餐上 第二天 这小子就屁颠屁颠地去退亲了 没等我对其他情敌动手 没想到他们还都病倒了 还剩几个身体还行的 通过我的努力 很快他们也病倒了 情敌没了 但我还不急 他还小呢 我也曾想过 若是真有人与他两情相悦 我也必不会阻拦 只是很遗憾 直到他二十岁 那人都没有出现 于是我随意找了个借口 参了宋丞相一本 他果然暴怒 经过我的提点 他也成功想到了将女儿嫁给我 从而将我克死的巧妙方法 接下来 只需静观其变 朝堂上 我假装抗拒 宋丞相见状 更是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 恨不得将女儿塞我脸上 我按捺住内心的狂喜 默默接下赐婚的圣旨 顺便去丞相府刷个存在感 不知道宋姑娘会不会喜欢我 还好 听声音来说 宋姑娘和丈母娘都挺满意的 那宋丞相的意见也不重要了 没成想 赐婚没过多久 我还真病了 这可真奇了 要知道 我可好久没生过病了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玄学 为了避免被发现 我情职搬进了军营 好在经过我的刻苦锻炼 不仅养好了病 连身材都结实了不少 不知道宋姑娘喜不喜欢结实的 我找了一些壮硕少年郎的画本资 设法推销给了宋夫人 希望她闲暇之余能给宋姑娘熏陶熏陶 宋姑娘要嫁给我了 好紧张 皇帝这小资 看来是又欠打了 夫妻情感呢 是要慢慢培养的 所以 新婚夜 我没有选择与宋姑娘圆房 我要的不止她的人 还有她的心 所以我问她想不想出去看星星 宋姑娘第一次飞得那么高 一开始似乎很害怕 死死地捏着我的衣脚 我心中暗喜 顺便告诉她 要是害怕的话 可以抱着我的腰 宋姑娘没好意思 我有点失落 但是没关系 感情嘛 哪有一蹴而就的呢 今天不行 不代表以后也不行 宋丞相找我拼命 我故意闪烁其词 逗她生气 老头子居然怂恿言而羞我 是可忍熟不可忍 我偷偷取走宋丞相寄来的修书 其间多次被王叔抓获 幸而我巧舌如簧 几次都躲了过去 不过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决定加快速度 提前布置好场景 我又演练了几遍 准备对宋姑娘搞一些小心机 干柴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追老婆而已 别真翻车了 我露出自认为完美的裸背 然而我转过去 宋姑娘却不笑了 救命! 谁能告诉我 我辛苦锻炼出来的腹肌为什么会发光? 宋姑娘红着脸向我解释 说完我也脸红了 做坏事被发现了 她说她什么都懂 然后拒绝了我 我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一整晚的复盘 我发现是给丈母娘推销的画本那边出了问题 无奈 我立马启动第二方案 正好要出兵打仗 我让王叔出手 编了个极其敷衍的故事 果真将单纯的宋姑娘虎住了 实际上就凭小皇帝 我打他屁股他都不敢哭 王叔演技很好 据说夜里宋姑娘偷偷流泪了 那么关心我 他对我极可能是真爱 带兵出去埋伏 敌军抬头一看 山上一棵树都没有 乌泱泱地全是我们的士兵 敌军总共不过两千人 而我们有三十万观察兵 我军一拥而上 俘虏全靠抢 回去以后 我本想假死试试宋姑娘是否为我伤感 可还没试出来 宋丞相就把我家搬空了 眼看事情不对劲 我赶紧从棺材板里翻出来 都给我停手 要不然 真被扒得连墙皮都不剩了 宋姑娘不知喜不喜欢我 反正最后宋丞相是妥协了 只要没有老丈人捣乱 事情的进展就顺利多了 我跟宋姑娘说 我对她一见钟情 她没有说话 只是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第二年 宋姑娘给我生了个小女孩 小小的软软的 比宋姑娘还小 我都不敢用力抱 宋丞相抱着宝宝 笑得红光满面 连带着看我都友善了许多 婚后的日子过得很美满 除了偶尔需要跪跪搓衣板 十八年后的某一天 我被罚跪搓衣板 女儿端着雪梨汤走过 好巧啊 爹爹 您又在跪搓衣板吗? 声音软糯可人 我下意识抬头 提着菜刀纱上房顶